在裡面 我可以進去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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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她 花蓮殯儀館外 老夫人痛哭失聲 因為她的女婿齊柏林 就在裡面 聽到怎麼下來當火車 看新聞的 看新聞的喔 所以她祈禱是你的女婿就對了 對 岳母老淚 最疼愛的女婿 因為她最愛的工作 卻不幸罹難 追跡消息傳出後 導演齊柏林的家人 週六下午也從台北 趕赴花蓮 不時打手機聯絡事情 想要故作鎮定 打起精神 但是眼淚卻止不住 她是齊柏林的妹妹 親友陪伴下 包括大受打擊齊柏林的太太 她的妹妹 還有導演的女兒 趕到花蓮 處理相關後事 傍晚六點半 墜機中三名罹難者的大體 送往殯儀館 再往後 再往後 家屬痛哭失聲 齊柏林的太太 更是雙腿幾乎癱软 尤其在看到被燒到焦黑 難以辨認外貌的遺體 一家人更是無法承受 只能透過采集DNA 辨認身份 齊柏林的兒子 仍在國外 透過PTT發文 說家父在飛機上 而我仍在國外 如果有進一步消息 希望網友幫忙提供 又說親戚現在一團亂 要大家幫幫忙 事故零難者名單確認後 齊柏林的兒子 立刻訂機票回台灣 登機前再度PO文 說爸爸留下什麼啟示 就是愛台灣的人 還是有的 家父是外省第二代 但是我相信 愛台灣的心 愛到命都可以不要 甚至比很多 賣國土的本省人 還多還深 愛不愛台灣 跟省籍出身都沒關 齊柏林的兒子說 他敬佩爸爸 就連自己都跟不上他 那顆 愛台灣的心 記者廖威靈 張士奎 李佩軒 愛孫小組 花蓮報導